双台共舞真的来了 美国网站已经公布双台共舞 9号台翁马鞍10号台翁 这个叫做歇幅已经产生了 首先我们大概看一下 这个9号台翁马鞍已经相当接近菲律宾了 而且它的包红圈早就有笼罩在整个菲律宾上面 只是说强度上大不大而已 走的方向基本上牵向西北方向 而且一直在增加威力当中 从这里慢慢走向巴士海峡 但是他将来要登陆的地点是不是不见 或者是广东地带呢 就要再看看他如果怎么走 还要决定 一切有这个附路带高要来决定 不过我们来看看 这个刚刚形成的时候 台翁薛福啊 走的方向也是天然向东北方向 但是一个东一个西 走的方向逐渐接近高尾出来 虽然有预测他就成为一个台风 但是他威力应该不会很大 不过啊 我们很好玩哦 我们把这个画面加换过来 你会觉得 是不是像一个女生的头发 两边找不下来 等一下把它加上一张脸更像哦 所以啊 这是一个有趣的台风状况 两个台风走的线路不太一样啊 一个是 往西呢 一个是往东北啊 所以走起了这个有趣的方面 所以啊这个波气象啊 主天机没有很专业啦 你根本就不懂什么叫做地上知识的 迎接的这个APP上面 一样化呼噜啦 这 哎 自己发为想象一样 还是感谢各位朋友的爱护支持啊 不管如何啊 现在是 双台共舞啊 美国网站公布也好 APP公布也好 都是有台风状况啊 所以 这些台风都是一个好台风啊 因为 离我们都很远了 而且啊 在东南亚一带啊 这个台风哪是好事啊 啊 日本那个就在远洋画面 对我们也没有什么影响 所以 我们这次啊 还心的还是这个 九二台风马鞍 到底会造成什么状况呢 会不会很强呢 有人预测啊 17级啊 14级啊 个人认为啊 好像时候比较已经是天花板了啦 你不是顶低跑车啦 所以啊 这个马鞍啊 在跑是这样而已啦 马鞍也有限啦 好了 等一下我们再看看 今天晚上有没有新的变化了好